众所周知 美国波音公司生产的737 MAX客机 出现了两次非常重大的空弹事故 由于这两次空弹事故 导致这款客机陷入了停飞的窘境 因此 波音公司也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 并且 就在波音737 MAX客机停飞后不久 波音公司再次受到了新冠疫情的打击 以至于差点让波音公司破产倒闭 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后 波音公司可以说是度过了最为艰难的时候 不仅如此 一些国家开始选择解除 波音737 MAX客机的禁飞令 即日 亚太地区的一个国家 也解除了这款客机的禁飞令 据媒体报道 澳大利亚航空监管机构表示 他们将会解除 针对美国波音公司737 MAX客机的停飞禁令 对此 澳大利亚的民航安全局方面表示 他们对波音737 MAX这款客机的单圈 非常有信心 由此可见 澳大利亚将会成为亚太地区 首个允许波音737 MAX客机复飞的国家 然而 澳大利亚方面的这一做法 却引起了不少乘客的担忧 此前 加拿大方面也解除了波音公司737 MAX客机的停飞禁令 但是就在这一禁令取消48小时之后 加拿大的西捷航空公司中 有一架波音737 MAX客机就出现了故障 还在这架飞机在没有起飞的时候 就被发现了存在故障 否则后果将会不堪设想 所以说 波音737 MAX客机依然存在着缺陷 但是 连人匪夷所思的是 澳大利亚方面肯定也知道 澳大利亚亚西捷航公司 波音737 MAX客机依然存在事物 但是他们为什么不吸取这个教训 依然要解除波音737 MAX这款客机的停飞禁令呢 对此 有分析人士发表了他们的看法 据分析人士称 这事可能与中国有关 澳大利亚方面这一做法很可能是情非得已 虽然说他们与美国间的关系很好 但是澳大利亚方面现在迫切地想要进一步地拉拢美国 他们的这一举动 很可能是想向美国示好 目的就是为了让美国能够更进一步地去帮助他们 情急之下才会出此下策 想必大家都知道 近一段时间以来 澳大利亚方面与我国产生了一些摩擦 我国对澳大利亚的煤炭 红酒等产业进行了一些制裁 虽然说澳大利亚方面咬着牙 说中国的制裁对他们的效果并不是很大 但是通过一些数据我们就能看到 澳大利亚的这些行业的确是受到了一些冲击 但是以澳大利亚方面目前的实力来看 他们不管是从经济上还是从军事实力上 都无法与中国进行对抗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 他们只能求助于美国 让美国进一步地与他们合作 不得不说 如果分析人士推测属实的话 澳大利亚方面的做法确实非常不妥 毕竟这款夺命飞机的问题还没有解决 如果再次发生空弹事故的话 后果又会变得很严重 根据报道 2月27日早上 美军空军派出了一架RC-135U战略侦察机 自冲程出发 来到了我国领海附近侦察 这架RC-135U 原因是直接发生平台 再次发生海附近日 以前发生海附近的地方 就发生理解冬 看来就这样 来了 对 第1次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强大的军功实力让我国有底气做出这样的回应 美军一次次试探底线的情境 若是执意进行 那必然为美军会招致不可接受的结果 美军惯场打着自由的名义 干出一些让人不齿的景境 这一次也不例外 一张航系图暴露了美军无瑕后的反常态航行 美军仍想打着航行自由的名义 为自己做辩解 却是连妹妹都忍不住来批判了 根据南海战联态势感知计划平台 2月26日的报道 一艘让人颇为眼熟的船只 美军无瑕后曾良船 用船借着航行自由的名统 开始了他的活动 这次他的动态颇为反常 根据航系图可以知道 无瑕后于2月23日经过发射海峡 进入了南海 然后他就开始向西南方向航行了 通过航系图可以发现 无瑕后进行的是一种有规律的航行 似乎是在跨圈前往某处 这样的航行对于无瑕后 这种南海侦察船来说 是颇为异常的行动 让人不由揣测 他这次是目的明确 要航行向某处 开展某种不可告人的行为 目前虽然还不明确美军的目的 但是必须要提高形体心了 因为美军从来都不害好意 这么多年来 美军对中国的海上侦察活动 从来就没有消停过 这些船头上顶着各种民间机构的名头 实际上却是美军的禁列船 为了掩藏自己丑恶的支持目的 船上的人员还会自称民间科研人员 但这些所谓的科研人员 在中国海上开展的都是什么行动呢 就单说这一次行动诡秘的无瑕号 它装备了大量高科技声纳系统 既可以通过接收各种辐射噪音 来探测目标的位置 又可以巴射主动声波 探浅所想要找到的目标 这些可以下海于150米到450米范围内 工作的高性能声纳系统 安置目的是很明确的 就是专门探测判断和监视 我国前面的方位和类型的 而这些声纳在这些年其实已经投放过很多了 严海的游民们凭一打不起 这些美军不怀好事的异流物 甚至已经调反般的亲切成为海货了 但这也只是一种比较细腻的说法 这可不是真的来自大海的礼物 而是美军开展间谍活动的攻击和罪行 对于这些扯张遮羞鼓 当大旗的间谍船只 我国交付小舅态度明确的表示 对他们一是反对 二是不怕 希望美军好就为之 而这一次不止是我国遭到冒犯 认为这种行为糟糕 美国媒体也对美军开展的这种行为进行了批判 认为这是一种糟糕的行为 美媒直接指出 美国的航行自由起初就是一种间谍行为 而在美国总统公演后 这种行为已经进行两次了 简直是在危险的边缘不停试探 不应该继续这种行为了 美媒指出这种所谓的自由航行 实际上是违反了国际法的 只是为开展间谍行为打引户 这样做使得产生直接对抗的风险不断加大 所谓起来就是 这种行为是一种无效而不受欢迎的行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